大家好啊,欢迎观看我们新一集的欧陆风云4啊 那么在上一集里面呢,我们也是击败了突尼斯,还有这个威尼斯啊 收复了我们北非沿岸,同时呢也艰难的战胜了西班牙 那么我们这集里面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们话不多说,马上开始我们今天这集游戏啊 考虑到帝国的将领现在已经不够了啊 所以呢我们决定要征目一些新的将领 首先登场的呢是这一位 随后登场的呢是这一位 最后登场的呢是这一位 这样呢也就可以避免在和平年代争招的将领 结果啊这个一生啊什么也没有做 然后刚开战不久啊就死掉了 虽然这个界面里没有显示啊 不过呢由于这个英格兰是葡萄牙的联统国 所以说呢预计啊这个英格兰也会参战啊 我们就不管那么多了,我们宣战 并且呢还是叫上法兰西啊 可以看到啊我们目前交战的状态呢是这个情况啊 我们既然能够击败西班牙第一次 那么我们相信啊我们就可以击败他第二次啊 那么这个帝国海军啊也是趁这个英格兰海军还没有到的时候啊 把这个西班牙的28艘船啊封在了港里啊 你出来啊,你出来啊 这个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不是很强大吗 你怎么不出来啊 想必一定是畏惧帝国海军的实力啊 嗯没错一定是这样啊 我们也只能是在这个英格兰海军还没有到来之前才能够逞一逞威风啊 不能这么说啊 我觉得经过改革之后的帝国海军也是强于这个英格兰海军的啊 没错啊 好的,那么到了1670年的5月28日 我们也是第一次啊在路上和敌人展开了交战啊 那么与我方交战的3000名葡萄牙士兵啊也是全军覆没啊 非常好 好的,那么到了1670年的8月27日我们收到消息啊 农民不满可能是由于我们和西班牙的战争啊 导致我们的帝国臣民啊 现在过得非常艰难啊 我们可以选择啊 这个我大罗马自有国情在此 或者呢也可以是踩死这些闹事的啊 因为我们的陛下拥有残暴的特质啊 这都不对啊 我们认为啊 我们应该试着改善他们的现状啊 那么我们也是在此承诺啊 帝国军队呢 一定会尽快啊 结束这一场战争的啊 但是呢 大家能一起努力 这样呢 我们才能够获取最终的胜利啊 好的,随后我们又收到了消息 可敬的民族 不宣称重视荣耀和正义的国家 可谓事件少有 而真正能够做到这些信条的国家更少 然而 拜占庭根除了大规模的日常腐败 从而成为了极少数 是道德信条 高于个人所得的地方 甚至在海外的拜占庭 侨民也是炙手可热 并且长受信赖 并被任命为重要职位 毕竟我国人民恪守义务 且拒绝贿赂的作风 广为人知 除了我们 还有谁能宣称自己能够真正做到这些信条呢 啊,确实不多啊 我们的战地晋升政策一直非常成功 一个新的将领出现了 很好,他很有前途 这是随即生成的 五十陆军传统的将军 我们看一下怎么样啊 这个还不错啊 这个机动比较高啊 还行啊 这是帝国军队和西班牙军队爆发的第一次大战啊 帝国军队只损失了几千人 就歼灭了一万多西班牙军队啊 这是由那位新晋的有前途的将军指挥的 还不错啊 随后呢 我们又击败了一万三千名的西班牙援军啊 他们不知道的是啊 他们的友军在之前的战斗中已经战败了 之后我们又是见面了一万多名葡萄牙军队啊 虽然呢我们在北非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 不过呢 刚刚啊 由于呢 敌人人数众多 所以呢 我们也是经历了一场小败啊 不过呢 幸运的是啊 我们的法国盟友已经杀入了西班牙腹地啊 并且呢也是攻占了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啊 我们的法国朋友啊 甚至还把这个马德里的控制权交给了我们帝国啊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啊 同时呢 可以看到啊 这个法军已经占领了大陆上的所有英国领土啊 太强了 太强了 不愧是这个法爷啊 不愧是这个法爷啊 真的是很强的啊 可惜啊 在这个二战之中啊 如果处理不好的话 就会发生非常耻辱的事情啊 不过呢 我们相信啊 这个到时候的法国自然会有解决办法的 我们决定结束这场战争啊 这个战争看起来好像帝国没有拿到多少领土 不过呢 这些领土拿的都是十分有必要的啊 我们拿掉了西班牙在北非的一个带要塞的地 并且呢 也是拿下了这个直布罗陀 随后呢 也是分给了我们法国盟友一块地啊 可以看到我们的法国盟友十分的容易满足啊 我们只给了他一块地啊 他就对我们竖起了大拇指啊 也就是认为啊 他们欠我们人情 这样就好了 最后呢 再要上了2475块钱啊 这2475块钱呢 我们将会获得1001元 而其他的呢 则是会分给我们的盟友们啊 那么就这样吧 好的 那么到了1678年12月2日 第一国军队决定再一次招募一位新的将领啊 哎呦 不得了啊 不得了啊 这是12345 5点的火力 5点的冲击 5点的激动 三点的围城 哎呦 了不得了不得啊 哎呀 上帝显灵了 这如果在之前的战争中 我们有个三星将领 我们的仗 至于打得这么痛苦吗 哎呀 天啊 太不容易了 哎呦 好的 很快啊 那么到了1679年的4月7日 我们也是全吃了这个通尼斯啊 虽然这个通尼斯看起来比较大啊 但他这个发展度其实不高啊 那么我们也是又完成了一个任务啊 收复图尼斯 图尼斯曾经是帝国劲敌 加太基的所在 亦是帝国阿菲利加行省的最西端 农民都是民信的 扫把星出现在空中便足以引起恐慌 他们深信这是末日的先兆 笨蛋 问题是经济 经济 笨蛋们 哎呀 我希望生活在更开明的时代 不管你选择哪一个 都是简易稳定度啊 我希望生活在更开明的时代 我们的盟友法兰西 邀请我们加入奥地利的独立战争 因为这个奥地利原本是法兰西的连统国 但是呢 现在看起来这个奥地利宣布独立了 所以呢 我们的盟友法兰西 让我们去帮助他攻打奥地利啊 虽然帝国不打算帮助法兰西对抗奥地利 不过呢 帝国的将领相继去世 所以呢 帝国也是决定 睁目几位新的将军 首先登场的呢 是这一位 随后登场的呢 是这一位 这样呢 四位将军啊 帝国也是全部都招齐了 这样呢 正好达到我们的陆军将领上线啊 那么虽然帝国不打算进攻奥地利 不过呢 帝国却打算进攻教宗国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教宗国和威尼斯是盟友 正常如果我们进攻教宗国 威尼斯是会派兵来帮助的 不过由于法国和威尼斯是盟友 而奥地利宣布独立 我们和威尼斯都宣布支持法国 所以呢 现在这个威尼斯和我们是盟友啊 这样呢 这个威尼斯也就不会帮助教宗国了 而会来的呢 只有这个葡萄牙 还有这个乌德勒芝啊 那就很简单了 来宣战 好的 那么到了1685年的8月1日 帝国军队也是成功逼合了葡萄牙啊 这样呢 让葡萄牙交一笔战争赔款 我们也就可以让他们退出战争 好的 那么到了1686年的4月4日啊 随着葡萄牙退出战争 我们对教宗国的胜利也就变得非常容易了 那么最终的义和条款呢 我们决定吃掉教宗国在中意大利所有的土地啊 那么到了1690年的8月1日 我们决定继续 登陆一位新的将领啊 因为这个将领的人数又不够了 但是呢我们的这个陆军传统啊 现在呢也是有所下降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可以来点击这个国家决议啊 点击希腊光复凯旋 其实希腊已经早就凯旋了 只是这个决议我们没有用啊 为表彰将士光复希腊之功 可于都城举行凯旋仪式 这是可以追溯到罗马诞生时期的传统 尽管仪式已经荒废多年 但我国有如凤凰涅槃的复兴 正式重振旧礼之良机 这样呢可以获得10的威望 还有25的陆军传统啊 提高了陆军传统 我们再来征目一位新的将领啊 这样呢陆军传统越高 征目的将领也就越出色啊 来 那么这一次登场的是这一位 帝国的将军如果没有太多的事故 应该一直保持在四个人啊 那么我们和西班牙的停战期也已经到了 现在呢让我们以帝国主义的理由 向西班牙宣战 随后呢到了1691年的5月28日 米兰的旗舰被我方击沉了 非常好 好的 那么到了1691年的7月29日 帝国军队在米兰的首都 米兰城和米兰的军队展开了决战啊 在人数低于米兰军队的情况下 帝国军队还是击败了米兰西班牙联军啊 太好了 帝国万岁 那么到了1691年的10月8日 米兰也愿意退出战争啊 那么到了1692年的3月17日 帝国军队已经攻陷了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这个时候啊 西班牙的军队才姗姗来迟啊 那么随后呢 我们收到了两份战报 一份是陆战 另一份是海战 两场战斗帝国都取得了胜利啊 那么帝国也是决定 在攻陷了位于比利牛斯的要塞之后 正式与西班牙议和啊 那么最终的议和条款呢 帝国决定按照这个直布罗陀北方 也就是这个任务术给出的宣称 这么赤地啊 再把西班牙位于北非的土地 全部都割下来 最后再要2395块钱 这样呢 也就结束了战争啊 那么经此一役之后 西班牙人正式失去了北非啊 并且呢 他们也是损失了他们的本土 这样下次帝国军队再行发动攻势 也就会容易许多啊 我们也是完成了任务 收复西班牙 西班牙的西岸象征着帝国服援的最西端 那么看了一下时间啊 感觉这集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想呢 我们这个欧陆风云寺 拜占庭帝国第八集 也就先到这吧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 不妨点个赞啊 再订个月啊 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 释放到我最新的视频影片了 那么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大家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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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